海魁台风的暴风圈其实已经接触在台湾的陆地了 来看到基隆北海岸这边主要是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掀起了有三米以上的大浪 现场的情况我们立刻透过连线 请记者王毅周带我们掌握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海魁台风的暴风圈已经侵袭了台湾陆地 它的规模不容小觑 今天一早呢我们来到了基隆的朝靖公园 我们在海边的步道可以看到这个风浪是非常的大 一早有很多民众来这边观浪 那海巡人员也在现场巡视劝导民众离开 并且还在地上放了三角锥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整条步道地上全部都是湿的 因为一波一波大浪打过来的时候 会整个吞噬这个步道 民众会全身湿透 而且可能会产生危险 所以海巡人员劝导民众离开不要观浪 那这个海魁台风呢 它在岸边激起的浪花 我们现场目测至少有四层楼这么高 它的规模真的不能忽视 气象专家也提醒了 因为它受到季风还有台湾地形的影响 虽然是在接触台湾陆地之后 它的结构会稍微被破坏 它的暴风圈可能会稍微的缩小 强度也会稍微减弱 但是它停留台湾的时间可能会拉长 可能一直要到明天的晚上才会慢慢的脱离台湾 所以它影响台湾可以说是还有两天的时间这么长 因此观众朋友可不要以为过了今天晚上就没事了 明天一整天都还是要严加戒备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我们先把时间尽头交还给朋友